《樓市焦點》 繼續回來這部份就是《樓市焦點》 直播室裡除了我之外 還有嘉賓主持劉思韻 和這位嘉賓回來講講土地規劃的話題 請來這位嘉賓就是立法會議員林少佬 Hello 林議員 你好 Andrew 你好 Andrew 你好 為何會講規劃 大家關注著土地規劃的發展 特別是現階段 大家說我們有嘉賓以西人公道 也有北都會 其實看到在財政預算案裡 大家關心因為不夠錢的關係 其實兩個項目同事進行 基本上大家就不太建議 想問一下議員方面你的意見是怎樣 其實我自己看 你說不夠錢 大家說哪樣東西先行 北都不斷說 其實北都包括範圍很大 什麼洪水橋 元朗南那些 古洞北的一早已經正在走 所以是不是北都正在走 交易洲填海的規劃 那個設計 環評都未做完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 說同步 先走了那個規劃 最後你說夠不夠錢 要看一下財爺那些大型基建 那些融資的方案是怎樣 但其實有很多方法 我自己又不是很擔心 就算你看回我們香港自己的底盤 你說我們由萬多億個財政儲備 跌到現在只有7000億 6000多7000億 好像很慘 但我對比全球其他城市 不要說國家 我們都絕對足以自豪 所以有時候就不要自己嚇自己 所以信息上面 我自己覺得那些東西要去 因為有時候交易洲填海 又不是純粹做一些短期用地 他們經常說土地儲備 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是很多基建 大家都很多 我經常聽人說 我們要建第四條過海隧道 沒有了私島 就沒有了這些東西了 是啊 大家都會覺得整個infrastructure 整個交易洲 除了長遠的土地裏面 交通的網絡 都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 如果這樣聽的話 Anderle 你都會覺得 這個交易洲 是不會胎死腹中的 可以這樣說嗎 我自己又不是純粹樂觀地去看 因為我真的看得到 香港從戰略需要 交通的網絡 尤其是向西連動大嶼山 再往這個珠西那個連結來講 那些的戰略交通需要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 就很實際了 如果大家一聽到說 我未來那裏一千公頃 收回了 這樣 北都那個進展好像壓力很大 從收地的角度來講 我又覺得可能困難了 不會容易了 這些其實政府自己去拿捏幾個層面的信息的時候 我自己就不是純粹一個吃花生的角度看 現在我就是要推動政府 不要隨便說放棄這些東西 所以什麼時候做 那就去看菜吃飯 不要緊的 不錯 也都多番強調這個項目都是會做的 交易洲人工島 但是大家關注著以往我們經常講 就是南金融 北創科 現在北都那邊已經是全速前進開始做 亦都會被交易洲人工島那邊快 會不會影響整體的佈局 或者大家擔心 即是南金融那邊 我們現在已經有點被人說是南金融為止 雖然我們自己不覺得 其實會不會拖慢了這邊的步伐 其實回到我們講南金融北創科 最重要就是拉鬆回我們現有城市的格局 那條界金融和創科那條界 是不是就這樣南北 用獅子刪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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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途的限制是不是還應該好像以前幾十年前那樣 叫做工業 叫做辦公 跟著住宅 完全一定是鎖死了它 尤其是現在的辦公工作用地根本的彈性就很大 我自己覺得回到土地的用途 回到市場的實質的作用來講 只要不會說有些環境上的衝突 應該給到一個彈性 我亦都相信這個不是要等幾十年的 現在正在發生 未來幾年的速度會加速 所以那個可轉換性 用途可轉換性 不是那麼簡單用南北來分 不過你說中環就是中環 因為那個其實就不是用途本身 而是一個身份地位的象徵 地位問題這個重要 而且另外我們都曾幾何時都這樣說 如果我們說有交易州 可能都有機會幫我們盤活一下 我們一些市區的需要重建的問題 那你怎麼看市區重建的問題 我自己都很公開 我經常說如果我們現在的市區 油尖旺、觀塘這些地方 每個人都說我在那裏重建 就要在那裏補回 我們要圓區 圓區安市 這個大問題 從頭到尾都是 這個是一個很痛苦的輪迴 原本的容積率三倍 你起到它五倍 五倍之後 然後起到八倍 沒有得永遠圓區 我很關注劏房的問題 我也公開講 如果我純粹說油尖旺 幾萬戶劏房 我要在那裏重建 出租公屋 我哪裏找幾萬戶 做不到的 那怎麼拉鬆它一定是 你說我搬到沒有雷工那麼遠 純粹看交易州 大家真的平情而論 攤開的地圖 很近的那裏真的是市區 其實整個香港講真一句 都是很近的 所以在這樣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地理位置上面 是一個很好用的地方 那你一定要一個全新新區 才可以做到一些以前講了很多 我怎麼可以非原子置換 這些這樣的方法 甚至其實現在 你說市市不好 那當然有市不好的情況 但是就算市區現在已經 建築費隨時是貴過那個地價 那那些所謂樓換樓的想法 從計數的角度來講 比起以前就很不同 那這些全部都是你需要土地才可以做得到 這個都是重要的 因為我印象中 不是印象中的事實來的 市區重建局差不多整天都是這樣說的 我不夠錢的了 我不夠錢的了 哪裏做哪裏蝕 但他們又開啟新項目 接下來 世衣街花虛道的發展項目 地盤總面積都接近3萬平方米 有市區重建始終是好的 不過其實Angela 重回規劃的角度 其實人是否跟著工作去走 譬如現在我們做北部多會區 我們當它先走 其實很多工種都會在那裏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拉動到我們的市民 譬如在一些舊區裏面 慢慢地北上呢 我自己 其實你剛才說得很硬 香港有多大 是 如果我們現在經常都說 每個週末都幾十萬人北上消費 過關幾十分鐘都不介意 你說我平時上班 住宿只要任何一個新區的環境適應了 大家都會很樂意去 當然那個是需要時間的 時間可以長到就是 我們小時候去華富村 就叫沒有離工那麼遠 現在大家就懷念了 我住慣了 你重建我周西不舒服 所以人的觀念我覺得一定不會變的 不過 你說時間要多久 其實 最後都是看社會經濟發展 速率有多快 如果北都我們真的 很短期發展出來的時候 它相對的吸引力 製造了就業 一般人 尤其是住在催促公屋 他又不可以說 我隨便 北都我找一份工作 我就搬了過去 大家 小孩子我在個好校區 回家學 父母又不會那段時間搬過去 這是非常重要的吸引力 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這些因素 不是純粹那份工作 是否轉換的問題 好 在這個位置我們先休息一會 這部份是樓市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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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位嘉賓 就是立法會議員 林紹露 也是嘉賓主持劉思韻 休息前說交易收工 以至到北都會都應該要發展 不過再次都需要錢 我們超過一千億的財赤 究竟怎樣去融資 這都是一個大家很關注的焦點 想看Andrew有什麼意見 其實很多種方法去做 大家可能近期的焦點 就說政府是不是應該發債 我自己覺得 香港現在的儲備水平 還有我們在國際的信譽來講 法債其實都很穩陣 現實來講 你想想我們和內地的息差 都還是超過兩年 當中的水閘開不開到 是另一回事 但實際來講 香港如果是以政府的信譽 督鼻歌 做法債的穩定回報 一定是吸引到市場 但是法債最重要是不要用來出糧 好像歐洲美國那些大件事 即不是日常開支 但如果你說非經常開支 是投資未來的 如果你說我所有的都停不做 香港我靠外圍的經濟環境 沒有得等運到 牽著我們走就大件事 所以我們一定要維持 內部投資的動力 這一點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但法債以外 很多種方法 大家都講 有沒有一些公私營合作的方式 甚至法債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一些權益 我自己也講 你如果真的住宅那部分 你給一些機會 市民預早以儲錢的方式 去換好像地花那樣的樓面赤 那你都是吸納了市場的資金 很多種方法 可以減輕政府的現金流壓力 由頭到尾我們講的是現金流的問題 還有如果藉著發債 其實是否相對地 對我們現在的金融市場 可能有些幫助 因為這期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尤其是在債市方面來說 希望搞活一點 其實 因為始終 你想一下我們是離岸人民幣 佔了四分之三 你怎樣盤活在岸和離岸人民幣 兩邊的資金池呢 在債市的發展來說 我自己覺得 看不看好 是香港必須要努力去做 堅持去做 又幫到國家 我們自己又受給益 你始終股票 你看看 哇 外圍一說集你而已 你也沒有辦法 難道自己買回來嗎 集了一下就大件事了 Angela 順便問你 現在我們經常都很流行說綠色的 講到債的好像有個叫做綠色債 是啊 始終來說 我們講現在很多款 如果基建 建樓那些 我可以叫做中債都可以 但綠債始終是針對一些 我們講環保 令到我們將來是 炭中和的方向走 我純粹用一個例子 你說 在我們供電市場 是吧 現在來講 大家經常都說 喂 我們兩間電力公司 那個固定回報好像很高 只賺不賠 但是 你看看 它就是 那個所謂只賺不賠 就是針對固定資產 是吧 那什麼叫固定資產 發電就是固定資產 電網建電塔那些就是固定資產 是吧 如果你說 我們將來的發展 有些位是 可以衝過法律制 是公眾集資的 是 投入了那裡 去建電廠 是吧 未必需要在香港 你看 其實 中電的大亞灣電廠 它沒有包入香港的固定資產 是吧 那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 市民去賺了發電那部分的回報 是吧 但是兩電自己呢 因為固定資產 那個增長受限的時候 它又不會收那麼多電費 這些是我自己覺得 陸債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多元化的想法可以說 但是如果我們講整體的規劃來說 由於現在的市道就是一般的 雖然政府全面設立之後 整個氣氛都好一點 不過就真的又沒有這麼快 很刺激的情況 你自己怎樣看 在那個造地方面 或者那個土地的供應上面 是應該怎樣去規劃呢 其實土地供應 我們已經20年前經歷了一個很慘痛的教訓 就是不要讓它停 做了在這裏 但是賣不賣 你就算現在有地 你政府由去年經歷那個情況 它今年都聰明了 將自己的目標調到330億 是吧 但是當然那330億 都是一個面對現時的情況 它一個調整 可能市場突然好 它就隨時可以加 沒有問題 因為最重要是有儲備在這裏 所以起樓就一定是隨行就市的 就算你政府自己想起 那你只是供應那部分 撕樓大家都不會起的 如果那事不好 但是我自己也覺得 政府在這個所謂逆市的環境裏面 在那些地契各方面來講 推出來的時候 那個風險都應該是 不要轉價給市場 政府自己可以吸納多一些風險 一來就是 令到市場的投資意欲強一些 第二 其實有很多我自己覺得 政府本身是可控的風險來的 當你轉價給市場 市場就變成了不可控的風險 因為它自己手上的資料沒有你正確 你說我那條渠何時到我不包你 現在我們行頭經常都說這些 但是你政府如果知道自己是可控風險 你不轉價 其實市場下標的時候 它都會勇進一些 你政府其實收多了錢 那這些地方 其實我自己覺得 政府是應該 不單止檢討 即刻要調整 這個影響很大的 因為我們都在市場裏面 我們但凡有不可預見的因素 我們是不是現在呢 尤其是現在市貨不好呢 我們就更加 那個buffer要大一點 那些發展商說沒有水晶球 看不到接下來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很難去計算數 之前跟他們談過 是的 Angela 剛才你也提及 這段時間可能會出現了 私人市場去買地或者蓋房子 速度慢了 那其實是否變相 就是說對供應市場裏面 提供這個房屋那裏的壓力就會大了 供應房屋的壓力其實一向都大了 但是我自己 其實在立法會裏面很多同事 我們都有個看法就是 政府 蓋東西 由設計到我們撥款到蓋到蓋到 在供應房屋部分 無論出租也好 居屋這類也好 它5至7年 如果我們現在的信息 還是不斷出租公屋 其實在給整個社會一個信息 你不用買房子了 你慢慢乖乖地排出租公屋 你年輕人 或者你專才來到 你放心 你一輩子都有一間出租公屋 但是現在公屋的比例是7.3 是的 我們現在有賣的濕屎帶抽水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們知道自己的流程慢 但是正正禁制要快 給市場一個信息 不是 其實大家最後說真的 都想擁有自己的房屋 最好花園別墅 但是都要看實施情況 所以在這方面 政府的政策要調節得快 在未來一些地塊裏面 就算是原本預算做供應房屋的 都應該盡快調整 那個自治居所和出租的比例 第二就是 我經常強調 在現在的市場來講 去重啟一個信心 你純粹靠建房屋不足夠的 因為就算設立都不足夠的 你一定是要在整套財金的手段 尤其是安揭那個政策那裡 是要相對寬鬆 如果你看回我們斷工的比率 是超低的 根本的風險極小 如果在公認房屋方面是0.03 所以如果在那方面做到工夫 你就拉長一點 我自己記得2000年初的時候 月裡公屋的案件去到105% 我借給你買裝修 買傢俱的 是曾經做過的 所以我們風險不是說不管紅 但不要過分強調那個風險 這方面當然要靠立法會議員看著 也要給予更多意見 給不同的局方面 看看如何規劃好土地和房屋方面的供應 今天我們和林少路議員 先談到這裡 多謝你Andr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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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認為 為歡迎